中国燃气跌了十几% 之前说过的燃气股 整个SETTA来说 看到它之前公布业绩是不错的 就算今天中国燃气跌了十几% 其他燃气股其实不是被它拖低很多 为什么中国燃气要跌这么多呢? 因为它是没办法,有一个折扬配股 折扬其实也不是十分多 即是你昨日的收市价 大概折扬9%左右 今天就收$29 对它的配股价 其实$29.70 其实都是收低过它的配股价 但要留意一下 其实它在下面出了一个相对长的上映线 意味着什么呢? 即是说它在下面相对上的承接力也是大 在挨近这些$28的低位 也看到有些买盘 其实是买回去的 形成了一个在低位的坠头 到底能不能够在这个位置 找回一个承接 然后可以向上补裂口呢? 这个我要去大家看 就能够在哪里面 就能够在哪里面 就能够在哪里面